嗨,大家好,我是七掌櫃 在台湾,妈祖的信徒非常的多 有时候会听到很多妈祖的各种称呼 例如金面妈祖、粉面妈祖 或是大骂、二骂、三骂等等 究竟这些是怎么区分的呢? 因为民间说法纷纭 今年七掌櫃就收集整理了一些 比较常听到的说法来跟大家分享 让大家更了解妈祖的民间文化 同时也因为说法众多 如果内容有和各位网友所知道的 听过的有不一样的话 也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讨论哦 欢迎光临掌櫃说 我们是一个关于转运、祈福、变好命的频道 如果你现在没有时间把影片看完也没有关系 记得先订阅 把掌櫃说频道存起来 这样才不会找不到我们哦 第一种说法是以妈祖的脸色来做称谓 至少就有分为五类不同的妈祖哦 例如第一类的金面妈祖 象征尊贵庄严 也有得到成仙 幻化金光而成金刚不坏之身之意 第二类是黑面妈祖 除了原本制作时就采用黑面的说法 也有一说是因为香火鼎盛导致妈祖面部熏黑 而黑面妈祖也象征威严公正 坐腰曲斜最威猛 第三类是粉面妈祖 和凡人的肤色最贴近 也象征比较容易亲近信众人群 第四类是红面妈祖 象征吉祥 忠孝结义 类似关公的形象 而第五类是白面妈祖 一般在台湾比较少见到 通常是以大陆或日本的神像为主居多 第二种说法是以大骂二骂排序来做称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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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骂是镇店主神 负责和天庭官方联络 组长我们的富贵 原成和收入 二骂组长的是家庭和谐 因缘健康 以及求子欲子 而三骂组长外线 一直对外扩展 所以有人说如果要开工厂 开公司 或是海外发展的 就可以请三骂回去奉拜 也有一说三骂最嫉恶如仇 驱邪自杀是最拿手的 四骂组长的是企划创新 公民智慧 另外也有人称四骂组管出兵征战 古代要上战场的将士 都会先来参拜四骂 祈求平安回归 五骂组长的是投资理财 财务规划控管 有点类似现在财神爷的概念 也有一说五骂是组长花妆 所以从事女性相关产品的人 也可以多来参拜五骂哦 而六骂是个性最活泼 组长人际关系的 所以开店做生意 或者是做业务的 都很适合来向六骂祈求哦 而大甲赞兰宫也有正殿五骂组的民俗礼语 大骂在天 二骂吃便 三骂爱人羹 四骂鞋鞋 五骂五骂灰 是类似以妈祖的工作性质来区分 大骂是正殿主神 主管宫内大小事 并守护地方不对外出巡 二骂坐在大骂的前方 也不对外出巡 也没有特别的责任 却想遍人间烟火 所以离语说吃便便 就是很轻松享受的意思 三骂会负责每次到每周祖苗 夜主会对外出巡 一路上都要人扛叫出巡 所以离语会说爱人羹 四骂鞋以前会有信徒 来挖神像背面墓穴 作为药引致病 现在将以其封起 所以离语又称作圆卡村 听说五骂目前已不在正南宫 另有五骂会奉进 并有每年寡碑儒主 带回民家中进奉 第三种说法是以地名景点 公拜特色或是神机故事等等来做称谓的 例如大家很常听到的大甲妈 指的就是大甲镇南宫的妈祖 北港妈指的就是北港朝廷宫的妈祖 鹿港妈指的就是鹿港天后宫的妈祖 还有松山妈指的就是松山持幼宫的妈祖等等 这些就是以当地的地名作为信徒间彼此快速理解的称谓 而另外也有以妈祖的神机故事作为民间称谓的 但有一颗炸弹落在皮头却没爆炸 救了许多人 这颗炸弹目前也保存在皮头核心宫 因此皮头核心宫的妈祖也称为炸弹妈祖 还有像是在南台湾高雄 最早是由台铁员工 来做风拜忽悠铁道平安的朝员工 这里的妈祖称为是铁路骂 在北台湾也有以放天灯文明的平溪时分寮成安宫 又称作天灯骂 以上这些都是以景点特色或特殊奉拜来作为妈祖称为的 其实不论是叫什么称为 或是来自哪里的分铃 妈祖就都是同一位 只要我们用虔诚敬阳的心来奉拜 起善心 持善念 行善事 妈祖一定都是大慈大悲 不分贫富贵贱 庇佑关爱天下苍生哦 在台湾其实还有非常多像这样的特色妈祖庙 大家如果还有知道其他的 也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 和我们分享讨论哦 看到影片的最后 如果你觉得内容还不错 可以的话 请记得帮我们按赞 订阅加分享 并且一定要开启小铃铛 这样才能够收到我们每一次的上片通知哦 也请你动动小手 帮我们把影片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 有你的支持 我们会更有行动力带大家拜拜共 分享更多的祈福好妙给大家哦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期见